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聊呢还是聊这个空调之争 空调之争呢应该讲是剪不断你还乱啊 什么样的声音都有 那么我把现在房车上面的几个主流的意见说一说 那么空调这个事啊 向来都是房车配置的一个争论点 很多玩家认为空调没有用 但是呢也得配 因为他可能一年里面有一天你会用上 这是一拍意见 另外一拍意见的是刚需没有空调活不了的 必须得有空调 不管有没有电我都要上空调 这就是两类意见主流的意见啊 这个主要看你房车的用法 如果说你是后鸟出行 每年都是夏天必暑冬天必寒 那么空调可能真的是没什么大用 可能会偶尔会用到一次两次啊 所以说这拍人的意见就是说可以不配啊 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啊 因为他偶尔会用一次 呃 我曾经拍过一个视频就是说 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么我可能就不要这个注册空调了 呃 我现在依然坚持我的观点 如果说再让我呃 呃 装一次房车的话 那我肯定就不要注册空调了 我宁愿把那个空间浪出来做些别的 呃 这是我的意见了啊 呃 另外 呃 还有很多朋友是在南方 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候鸟的 呃 那么没有空调他肯定不行 那没有电怎么办呢 他就上大电池 上大太阳能 但实际上呢 也就能够凑合一两天啊 所以说他也走不远 真正走远了 住下来以后他还是没有电啊 所以说跟旅居的朋友 跟那些做候鸟的朋友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他只不过就是说他不经常出远门 出去玩个一两天就行了 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空调开开 他能凉快下来就行了啊 这也是一块主流的声音 那么防折空调这里面 到底应该配什么样的空调呢 那么这里面来讲 主要是有三种空调啊 一种空调呢 就是那种最传统的 膝在车顶上的那种空调啊 那种空调呢 呃 虽然说不占室内空间 但是他死但是他那个车外会鼓一个大包 而且价格昂贵 而且呢也非常的耗电啊 耗电是非常惊人的 呃 他最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吐槽点是哪里呢 就是噪音啊 噪音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放弃这种空调 但是现在防车厂依然有不少的厂家在配这种空调 因为他装上去好看神地方 啊 其实啊这种车顶的注射空调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窗击 所以说那种噪音和震动你自己可以去想象啊 最好是不要配那种 OK 那么如果是不配那一种 那么配哪一种呢 那这里面又分交流和折流了 交流空调就是我们常见的家用空调 那么这个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啊 就是这种变频式的空调 呃 不管是拖挂也好 还是自行式的房车也好 现在很多的房车都配的是家用空调 呃 呃 这是呃 一个主流的一个配配配啊 家用空调 它的好处就是噪音比较小 呃 另外呢 它的智能量大 能够非常快的把房车降温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类空调呢 就是像我车窗的这种直流空调啊 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不用开滴奔机 它是直流电 像我身上是24V的 呃 它的工作起来的功率只有800瓦 800瓦 呃 看上去省电 那实际上呢 它的制冷效果很差 呃 它要想把车快速的制冷呢 非常的慢 非常慢 你比如说你要开家用空调的话 可以很快的制冷 但是你要开这种直流空调 它的制冷啊 效率会比较差 因为它只有800瓦 呃 你必须坐在这个空调的下面 也就是说让空调的风直吹你啊 你才能你才能感受到这种凉意 你如果离了这个空调远一点 那么你想感受凉意呢 那需要一定的时间 把温度降下来以后 你才会有这种凉意 这就是直流空调和加热空调最大的区别啊 制冷的效率 加热空调呢 它的因为是220分的电 它的功率很很很大啊 呃 它它智能效果很好 这就看你需要了啊 呃 你自己去选择 可能现在主流还是 上这种家用空调 直流空调价格也不便宜 啊 也要3000块左右啊 像我用的那种 呃 24伏的直流空调 价格也在3000了 呃 如果说要我再选的话 那我可能还是选家用空调 因为反正也是偶尔用一次嘛 所以开开这片机也就开开了啊 也就不会那么在意了 呃 毕竟一年你们用的少啊 像我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是刚需特别怕热的人群 那就更得上这种呃 交流空调了 也就家用空调了 你就别考虑什么直流空调了 至于说一些小众产品 什么蚊帐空调啊 还有一些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 还有窗机 呃 这种东西啊 也有车有装的 但是那种非常非常小众啊 呃 不要轻易尝试啊 如果说你是床车 也许那种所所谓的 呃 什么什么蚊帐空调还有点用啊 呃 但是不建议不建议装了 那毕竟毕竟不方便提来提去的啊 呃 而且他只是局部啊 局部给你治冷 比如说把你的床 治冷了啊 呃 但是呃 生活区间还是很热啊 所以说 其实针对床车啊 针对是床车来讲啊 啊 你包括床车朋友啊 啊 最好的游玩方式还是呃 破鸟式的 夏天去避暑 冬天去避寒 这样的话 空调真的对你可有可无 啊 你像我们在庐山啊 在九宫山 在神龙架 呃 在这个利川这些地方 压根就用不上空调了 白天 可能车里面会热一点 因为你需要太阳能嘛 你需要太阳能给车这个发电嘛 所以你不能把车停在阴凉的地方 你需要太阳能 那人人没关系啊 人可以拿把长椅 躺在阴凉处就ok了 而且你像这个九宫山啊 像庐山这种地方 还没有蚊子啊 特别爽 包括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神龙架 也没蚊子 呃 就很很舒适 呃 所以说 空调真的是可有可无啊 如果说呃 如果说你真的要上要上空调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上家用空调啊 呃 家用空调 各方面来讲 它更合适一些啊 更更接地气一些啊 呃 那么这有的有的朋友还说 为什么不上那种那种燃气空调啊 确实是有这种能源的啊 多建于一些进口脱挂里面 所谓的三能源嘛 呃 用电用气 呃 还可以用一种叫什么来着 呃 用电用气 还有一种是 呃 我想不起来了啊 就这种多能源式的 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自行式房车来讲 包括绝大多数的房子设计来讲 可能还主要以电为主 那么你要上就上家用空调 直流空调的自能效率的确是不敢公文啊 我说这里总结一下了哈就是这个空调这一块哈 在我买房车之前的意思是在议论纷纷 大家始终在这上面纠结 因为空调不光是一个空调的问题 还牵涉到一个电的问题 因为没有电空调也是摆设嘛 总之 这两句话 最好是玩房车的方法最好是后鸟 如果你做不到后鸟 那你要想好了 你要你要想享受空调的感觉 那你必须每天都开车 那你的电瓶始终有电 而且你还得配很大的电瓶 啊 比如说八百安时以上啊 或者说你配很大的太阳能 啊 一千瓦以上 即使这样的话 他也不能保证你呃 呃能吹一天一宿的空调啊 所以说你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 呃 anyway啊 说这么多啊 我只想说呢 实际上对广大的房车车友来讲 空调的使用率还是比较偏低的啊 你如果没有时间玩房车 这样的人群可能用空调比较多 有时间玩房车的车友 基本上空调几乎不准用 好 那么关于空调这个事情呢 我就再啰嗦这么多啊 呃也是把 这些准车友们关心的问题 练导了一遍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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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